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徐安林 1951年生的 工作了以后 开了车厨汽车 做了很多技术修理工 长度车站里面的站长也挡了几年 后来到退休以后 我就开始圆自己的梦想 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 就到老年大学去学画画 这样也学了三年 2009年3月份 我就到梦苑进修三岁 11年书法 上面写了学员同学 你一笔中国梦苑录取这个同志书有了 在网上就看到 那时候我包着个大书 真的也眼力要留下来 我能够能够原来自己的梦想 考进了大学 是真的很幸福 那一次幸福是一辈子也忘不掉 每个时光每个时间我都很珍惜 珍惜自己的来自不易的书 能够这么大年级考上大学 而且珍贵花的大学 那考上了我每天早上到晚上的写书法 每天写 每天很荣幸地把学校的教室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这一小学毕业 初中也都没躲 在这个难度上就很大基础 我就是一种梦想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就不怕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